相对于这个布局的一个是相对于它里面的这个内容 对吧 这个差别要搞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呃在这里边相对布局的位置属性是最多的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列出了一个这个简单的总结 大家要知道 比如说呃 这是对齐的这个属性 对吧 与负的这个底部对齐 然后左端与它同合对齐 对吧 然后这右端 这是顶端 这是对齐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位移位移负的什么水平或者是对 动向对吧 水平纵向 然后这个这个是水平纵向都位于它的这个局中中间 对吧 另外一个这个 就是位于某个空间的上方下方左方右方 这个刚才咱们都用了 对吧 然后这个呢 就是呃 于某个空间这个对齐属性 对不对 与给出空间的左右上下 这个就是 敲一下试一下就能感觉出来效果了 好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长度单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咱们这个项目里边长度单位 呃 根据咱们那个谷歌里边的代码啊 它的长度单位建议一般都是用的这个dp 然后字体呢 一般都是用sp呃 dp的这个适应效果是最好的 它是跟密度相关一个单位 在这里边 这不是有一个换算吗 因为咱们的屏幕就分为这种 微阶是很少有了 一般都是h微阶 q微阶 w微阶 还有wq微阶 这是他们的几个相关的分辨率和对应的这个密度 对吧 呃 当这个屏对应了是这个160密度的时候 它使用了资源标签是哪个图片的资源标签 就是对应了什么呢 哪个屏幕的时候使用的是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个hl还有m 这个咱们注意一下 这个屏幕大小这一块 一般都用 咱们就用dp 然后字体用sp sp的话 它是可以根据用户设置字体的大小 还能够自动缩放 所以一般像这种px的这种单位就是少用一些 谷歌里边反正 呃 它自己的代码用的就是这些 行吧 然后今天我们的课程呢 就暂时先到这里结束 然后明天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布局 继续就是给它敲完 敲完之后 呃 继续往下呢 咱们这个activity base 这个封装 还有from 然后这个九宫格布局 明天都会给咱们就是 讲解完 行吧 呃 今天嘛 就 这个框架这个布局可以先 拿出来 先把这个框架布局给 调一下 做一句 好 那先就这样 哦 那先不过来呢 我先把这个框架布局给它 我先把这个框架布 我先把这个框架布